挡风玻璃被小十字砸了个坑 换新的很贵 网上面有一些玻璃修复工具到底有没有用 今天我们买了一套来实测 首先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前挡玻璃破了是可以补的 不过圆形破损直径超过5厘米 就不建议补了 补了效果也不好 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侧面玻璃是没法补的 因为前挡是加层玻璃韧性很好 侧面是钢化玻璃很硬 一旦破了就整块碎掉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套工具 里面有一个观察板 一瓶修补液 一个吸盘底座 一个加压棒和几片治理胶片 首先把车子开到硬梁的地方 不能有太阳直射的 不然补到一半修补液 提前凝固就没效果了 然后要把修补的玻璃先搞干净 用两个小吸盘 把观察板贴在玻璃的内侧 补的时候我们才看得明显看得清楚 那我们这个车子有几个小坑 那就补最大的那个试一下 这个时候拿出这个吸盘底座 中间对准你要修补的地方 对准了就把吸盘 在玻璃上面固定好 接着把加压棒底下部分给它炫紧 把上面部分的取出来 然后就可以把加压棒 炫进这个固定底座了 这里炫进底座的时候 你看到底下那个橡胶圈扩大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是倒修补液 用剪刀剪开修补液的瓶口 顺着加压棒口子上面倒进去 然后把加压棒干上炫紧 这里炫到加压棒的上半部分 碰到白色的橡胶圈就可以了 然后等10分钟 让这个修补液渗透到这个玻璃的裂缝里面 这里也可以用毛巾帽子把玻璃盖住 以免这个太阳晒倒 时间到了以后 先把压力棒的上半部分给退出来 然后等一分钟再旋进去 这样就可以排出伤口内部的这些空气了 那接着就可以拆掉剩下的这些装置了 这个时候看似乎效果不怎么样 破损的地方也很明显 那按照说明书 我们再滴一滴修补液到破损的那个地方 然后盖上这个质底胶片 把车子移到太阳底下去晒 让修补液固化 这个大概是10分钟的样子 晒了10分钟之后 撕下这个质底胶片 可以看到修补液都已经固化了 接着用刀片把玻璃表面 多余的固化部分给刮掉 刮完以后取下玻璃内侧的观察板 修复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那看一下修复效果 和没有补之前比的的确是有改善 大的裂痕也已经没有了 但是中间还有个明显的白点 这个和我们当初想象的效果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们也打电话给产品客服问了一下 大家也这里不妨听一下 这个客服它是怎么说的 那看来我们这个操作上面还不是很完美 因为现在气温高 4万就算没太阳的地方 玻璃温度也是高的 也会影响这个修复效果 然后我们修补液低的有点多了 稍微有点泄露 也会导致这个修复效果不是很完美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确是有用的 但是修复环境和操作步骤 还是蛮影响效果的 自己动手起来不算太难 但是要仔细小心一点才好 而且一旦最后固化完成 没有办法二次修补 要是动手能力还强的朋友的话 可以买来操作一下 几十块钱也不贵 补好了那能让玻璃更美观 而且也能省时间更方便 那说到这个汽车玻璃 夏天太阳不是很大的 一般不是都要贴膜的 哪片玻璃最值得贴 擦玻璃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挡风玻璃边上 有很多一排排的那个小黑点 它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网上经常有说 奔驰宝马有减速玻璃的 真的还是假的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玻璃 这些视频都给你准备好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呢 每天都会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前挡值得贴 还是侧面的挡风玻璃值得贴 玻璃上面的小黑点干什么用呢 减速玻璃是不是只有宝马奔驰才有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恢复关键词玻璃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